第六题,右图为同一种绳子所产生的四个绳坡坡形式意图 纵轴为绳子与静子位置的高度差 横轴为绳坡传播的时间,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问的是正伏,正伏就是所谓的从静子位置平衡位置到最高点的距离 从图上可以看出来,正伏最大的应该是钉 B问的是频率,频率就是同样的时间层产生的坡数 图形上都是一秒钟,产生坡最多的从图上看出来应该是饼 所以饼的频率会最大 C,我坡长就问的是坡长 那么坡长是一个审坡的长度 可是我们的坐标轴上横坐标是时间 那么重坐标谈的是正伏 所以我们这图形上我们看不出坡长 所以我们不知道谁的坡长比较大 所以我们不知道谁的坡长比较小 那么就问的是坡数 那我们是同一种绳子 那在相同的介质中传播 坡数只跟介质的种类及状态有关 跟坡延的正伏及频率无关 所以我们是同样的绳子 我们产生的坡数应该是一样的 并没有谁比较大或比较小 所以我们看出来我们正确答案应该是B 第六题问我们说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B 频率最大的是饼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